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來說的是血味的故事 這天特種兵男主角 帶手下執行任務 來攻打躲在樓裡的綁匪 打算解救人質時 他就在射倒綁匪首領的當下 也被對方打中了一槍 還好他是主角 所以沒事的跟手下 坐軍機回軍事基地 準備休假 休假時可以幹嘛呢 可以開車跟老婆去兜風嘛 可以跟老婆去逛市集嘛 可以跟老婆去旅館照孩子嘛 但照得太累 不小心睡著 等在醒來後 男主角就發現 什麼我老婆不見了 害我嚇得想尿尿 什麼我去廁所時 竟然有兩個猛漢衝進來 想偷看我尿尿 害我嚇得咒倒猛漢 再逃出旅館房間 什麼猛漢首領拖鞋魔王 竟然在走廊上搞伏擊 拿小珍珍把我插暈了 什麼等我在醒來時 已經被拖鞋魔王帶著小弟 綁在他家倉庫椅子上了 什麼拖鞋魔王一直逼問我 前面怎麼知道綁匪首領人在哪 什麼我說任務都是上層長官交派的 我啥都不知道後 他就覺得我說謊 因此不爽的把我老婆抓來槍斃了 什麼我氣的說我要替老婆報仇後 他就開槍也把我斃了 什麼我竟然沒死 還從奇怪的研究所裡醒來了 此時所內醫護人員女主角 看男主角醒來沒有大愛後 就將他帶去辦公室 聽著的所長男解釋狀況 大意就是他戰死後 因為沒親人 所以屍體被軍方 捐給研究所做人體實驗 測試看看新研發的 微小型機械機器人 簡稱小雞雞 是否能在他身上完美融合 能的話就在他身體裡 灌入數十億隻小雞雞 這東西能修復所有的人體細胞 等於能讓他復活 OK男主角聽完後 只有一個疑惑 就是他不記得以前的事了 但他晚上睡覺時 又總是會夢到有親人被殺 令他很生氣 一生氣就想來研究所健身房 打沙包出氣 結果發現拳頭變超硬 硬到連水泥住 都能錘爆 且受傷的拳頭 也會被小雞雞自行修復 這讓他開心的 開始欣賞自己強健的身軀 順便欣賞在前面泳池跳舞的 女主角身軀 覺得棒棒的 女主角看自己被欣賞 就也覺得棒棒的 於是上岸 跟眼前的猛漢搭訕 約他小酌一杯 結果久能醒腦 所以男主角就想起老婆 被殺的事 氣得他 馬上搶了研究所裡的武器和車子 再開車去機場 搶了架私人飛機 打算直接飛去找 正坐著保鏢的車 要去辦事的拖鞋魔王算就账 而他能知道仇人在哪 是因為他可以控制體內 數十億隻能連線的小雞雞 快速上網破解各種資料 所以基本上他想知道什麼 就能知道什麼 經過隧道時 反方向的開了貨車前來擋路再跳下來 不管怎麼被敵人攻擊 三口都能馬上復原的 輕鬆殺光敵人 載了拖鞋魔王替老婆報仇 而手掌男則是透過小雞雞的網路功能 在研究所和男主角進行對話 說等他忙完 會讓女主角帶人開飛機 來將他接回研究所維修 因為小雞雞 需要定時充電 電用光就不能運作了 可是他一躺在 維修機台上後 靠人造腿行動的維修工 獵人多嘴 就跳出來多嘴的說 其實小雞雞 不是修復你的細胞 是取代你的細胞 等於你的腦 你的記憶 也是由小雞雞提供的 然後我們可以控制小雞雞 等於可以控制你 就像我現在能控制你不能動 阿等等 我們會將你體內的小雞雞 換成一批新的 這樣等於你就又沒記憶啦 掰 接著所掌男帶領旗下工程師 開始替男主角 編寫記憶 內容就跟開頭一樣 就是打完仗 老婆被拖鞋魔王抓去幹掉 差別在 每次的拖鞋魔王都是不同人 然後等他醒來時 再引導他走同樣的流程 聽一些小雞雞的解釋 最後跟女主角喝酒談心 再讓他想起殺妻之恨 這樣他就會又生氣的 用小雞雞腦 快速上網找出仇人的位置 然後衝去幹掉目標 只要持續重複這個方法 所掌男就能利用他 去殺掉各種想殺的人 像這幾次騙他去殺的 拖鞋魔王 都是當初和所掌男 一起開發小雞雞的同伴 現在只要讓男主角 將最後一個同伴 胡子叔叔槍殺掉 所掌男就是世界上 唯一懂怎麼使用小雞雞技術的人 獨佔這個技術 能讓他賺很多錢 忽然一發電磁脈衝 從胡子叔叔家裡發出 造成這整個區 所有電器都失去作用 小雞雞也失去作用 等於男主角也失去作用 倒地不起 此時一名天才駭客 跳出來將他搬到地下室 充電就醒 再解釋來龍去賣說 胡子叔叔早就擔心 所掌男會派你來殺他 所以提早抓我來 逼我幫他想防治方法 然後我故意等你幹掉他 他跟他手下後才啟動電磁脈衝 把你打昏 再將你體內的小雞雞 遠程控制功能關閉 這樣我就醒你後 你才不會又被手掌男控制 他一直在重置你的記憶 利用你殺人啊 你懂嗎 還有別問我為什麼知道那麼多 問的話就憑我是天才駭客 什麼都能查到 他知道狀況後 男主角就疑惑的搶了台車 然後用小雞雞上網搜尋 找到了記憶中 他以為被拖鞋魔王殺掉 但其實根本沒死的老婆 現在住哪 並找過來打聽消息 這才發現 對方只是曾經跟他交往過 但早就分手 如今已是別人的老婆 孩子都生兩個了 這時他才明白 所掌男只是調查了 他生前的一些經歷 再拿來製作假記憶 植入他腦中而已 此時研究所派來抓捕 他的獵人多嘴 還有獵人機車 就找到他位置的攻了過來 並將一根連線控制器 插入他體內 害他被研究所遠端控制 無法行動 就這樣被抓回去了 接著所掌男帶工程師 重新修改男主角的記憶 並要女主角去刺殺 多次的天才駭客 但女主角其實一直不想做壞事 只是他也曾受過重傷 肺被炸爛 而所掌男用人造呼吸器救活他後 就一直威脅他幫忙做壞事 不然就遠端關掉他的呼吸器 讓他缺氧痛苦 反正一直想脫離研究所的他 知道天才駭客的存在後 就在來殺人時 趁機拜託對方 幫他把身上人造呼吸器修改成 無法被遠端關閉 這樣他就再也不用怕所掌男的威脅 可以大膽攻入研究所 協助天才駭客 派進鎖裡的電腦資料庫 阻止男主角的記憶又被喚醒 並讓他清醒過來 同時了解狀況 而醒來的男主角 則是打算宰了 一直利用他的所掌男 他先將前來壓制他的 獵人多嘴獵人機車 從室內一路垂到室外 馬路上輕鬆幹掉 在一邊承受想逃跑的所掌男砲擊 一邊靠小雞雞修復身體繼續前行 最終將對方抓起來用炸彈炸死 但他自己也陰 小雞雞能量耗盡的失去意識 等他在醒來時 天才駭客已經將他救回工作車上 並替他把體內小雞雞修改成 續航力超持久 且再也無法被人控制 等於以後能自由自在的生活囉 最後男主角跟在車外等他醒來的女主角 還有天才駭客結盟 準備開車去下一集 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想這故事可能又是在宣傳 駭客這職業又強又有前途 大家趕快去當 之類的吧 可可